晚安 您好 我是陳麗婷 歡迎來到五間氣象時間 一起來關心天氣 今天依舊受到了東北季風的影響 再加上華南水氣移入的關係 因此今天迎風面的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都會出現局部降雨 尤其桃園以北地區 越靠近基隆北海岸的地方 還有宜蘭跟花蓮 因為水氣比較多一點 所以降雨的時間也會稍微拉長一些 至於中南部地區 則是回復到了多雲稻晴的好天氣 那麼今天溫度方面 白天高溫比起昨天有稍微回溫一些 不過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依舊是偏涼冷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北部跟宜蘭地區 白天高溫還是只有18度左右 至於中部南部跟花東地區 是稍微溫暖一點 白天高溫落在24到27度之間 但全臺各地低溫也還是偏冷 只有13到15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還是要做好保暖的工作了 至於明天依舊受到了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北部跟東部地區呢 天氣依舊偏涼冷 而且也是會出現一些局部降雨 不過到了禮拜五十一號呢 東北季風開始減弱 所以全臺的溫度又會回升一些些 白天高溫可能可以回溫到2到3度左右 是這一週最舒適的天氣了 所以如果大家周末可以把握好天氣 來外出走走 不過要留意的是呢 到了13號禮拜天入夜之後 會又有一波封面抵達 就會帶來冷空氣 所以全臺的溫度又會再度下跌 而且中部以北地區降雨狀況也會變得更為明顯 提醒大家接下來這幾天 一定要留意天氣變化 適時添加衣物保暖 另外外出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季備用了 接著我們透過圖卡 一塊來關心今天各地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基隆16度 台北17度 新北17到18度 桃園17到19度 新竹17到19度 苗栗17到19度 也都會出現局部降雨狀況 中部地區 台中19到23度 彰化18到21度 南投20到23度 雲林19到22度 嘉義19到22度 都是多雲稻情的好天氣 接著往南走 看到台南20到23度 高雄23到25度 屏東24到27度 也是多雲稻情的好天氣 接著東部地區 宜蘭19到21度 花蓮20到22度 台東21到24度 櫻花地區比較可能會出現局部短暫降雨 外島地區 連江10度 金門14到15度 宏湖16到17度 依舊要留意可能會出現較強陣風 最後小滴您要再次提醒大家了 今天北部跟東部地區呢 都會出現一些局部短暫雨 至於中南部地區 是維持多雲稻情的好天氣 但是日夜溫差是偏大的 那麼沿海空曠地區 則是要留意可能會出現較強陣風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資訊